杭州老干爹3比2击败XYG,小洛原地回城被质疑故意嘲讽,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就在老干爹对阵XYG的最后一局比赛,老干爹打赢关键团战准备一波比赛时,小洛却站在原地回城,这被不少网友认为是他故意在嘲讽XYG,对他的口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 赛后小洛紧急发文回应是不小心点到了,并且赛后也已经道歉。 休息室嘛,然后刚好有那个比赛的还没打完的嘛,然后就有两三分钟延迟,就那个,然后我就看到了,我就想赶紧赶紧说一下,就大事话小,小事话聊之类的,我也跟那个一梦跟,跟他道歉了一下,因为我跟那个一梦其实是之前就认识的。 我是真的没有故意的,因为 赛后也有人找到小洛比赛时的第一视角,的确是喝水的时候不小心点到了回城,而不是所谓的故意嘲讽,希望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。